今天我要去吃北京一家非常有名的糖葫芦 首先在东四地铁站下车 可以看到很多反映老北京生活的壁画 出了地铁站就可以看到一个商场 一楼就是那家糖葫芦店 糖葫芦是北京传统小吃 以前零食不多 所以在北方 特别在冬天 糖葫芦是孩子们的最爱 现在是早上 人不太多 老板在准备材料 山楂、山药和山药豆 现在老板正在接订单 我简单地问了老板几个问题 您能介绍一下咱们店糖葫芦的种类吗 我那时候做三渣 三药和山药豆 就三 糖葫芦种类这么多 您能给我们介绍一种吗 三渣 三渣 咱们店的那个营业时间 您能说一下 早八点到晚八点 在咱们这结账是用什么结账了 运信、支付宝、现金的都成 那咱们这一年四季都开吗 一年四季都开 价格大概都在什么区间呢 可以带有十个的 第三八块 可以打包带走吗 可以 还可以全国邮寄 听说这里可以打包带走 我点了几个带走 又吃了一个山楂的 在咱们这一年四季都开 酸酸甜甜,味道很好 所以在北方,特别在冬天 糖葫芦是孩子们的最爱 现在是早上,人不太多 老板在准备材料 山楂,山药和山药豆 现在正在接老板 现在老板正在接订单 我简单地问了老板几个问题 我简单地问了老板几个问题 听说这里可以打包带走 我点了几个带走 又吃了一个山楂的 酸酸甜甜,味道很好 现在糖已经熬得非常粘稠 老板动作熟练地 把糖葫芦一个一个地放进锅里 中文字幕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山楂糖葫芦里可以放红豆馅 还可以放糯米 味道同样很好 除此之外 还有很多水果糖葫芦 你喜欢糖葫芦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